我五月六月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用不成人形來形容 身體是受到乾扁的 然後眼窩子是凹的 真的是沒辦法見人 每一個時期都在因應不同的這個撞擊 就是化療跟電療給的那個 不管是心理層面的 或者是身體的撞擊 那個每一個階段都在 憑良心說都在打仗 我好非常多了 真的 我那個我說真的 如果那個我整個精神狀態 如果是在五六月的時候 我坦白說我沒有勇氣開直播 我沒有我連勇氣都沒有 不要說體力 你們每一個留言 對建民哥來說都是很大的鼓勵 真的 我能夠我能夠恢復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就是其實還是要 其實還是要靠自己 真的 自己的毅力 自己的那個意志力 自己的意志力是非常重要 真的 你看我 我五月六月的時候 那個 那個真的是用不成人形來形容 那個身體是瘦到乾扁的 然後眼窩子是凹的 那個那個那個真的是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 沒辦法見人 我現在能夠開直播跟大家聊天 我真的覺得那個建民哥跟你們都值得 都值得那個鼓鼓掌慶賀一下 然後建民哥要跟大家說 拍誰啦 就是沒有跟大家講 然後讓你們看到新聞以後才那個 整個就是我們都是在面對治療的那個 那個每一個時期都在因應不同的這個 這個撞擊 就是化療跟電療給的那個 不管是心理層面的 或者是身體 身體的撞擊 那個每一個階段都在 憑良心說都在打仗 真的 所以我們想說身體好一點在跟大家說 那個真的是在跟那個 真真實實要體會到的人喔 就是說 健康這兩個字喔 你真的要 真的要 因為這個坦白說這個 建民哥這個病算嚴重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建民哥那時候吃不下吞不下 所以我就鼓勵他 希望他吃多少算多少 慢慢慢慢的把他養成現在這樣子 哈哈哈哈